现在在你前方右侧的是三号导览点 国美馆的镇馆作品之一 是台湾相当重要的艺术家黄土水 创作于1930年的作品《水牛群像》 这是一件长方形的雕塑作品 以金属材料铜制成 长度大概是三个大人张开手排成一横列那么长 高度比一个大人还要高 这件作品描绘了三个全身光溜溜的小木桶 在芭蕉树下放牛的情景 你现在的位置是这件作品的最左边 由左往右触摸 你会先摸到一只头朝右的水牛正在低头吃草 牛背上坐着一个木桶 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顶着斗笠玩耍 继续往右 是另外一只头朝右看的小牛 在小牛的前面站着另一个小木桶 小木桶温柔地看着小牛 双手抚摸着小牛的下巴 小牛也温馴地凝视着小木桶 生动表现小木桶和水牛之间的感情 在小木桶的后面 还有两只水牛和一位木桶 体型比较平坦 并且被前面的水牛和木桶挡住 看不清楚它们完整的样子 在作品左右两侧上方 则是层层叠叠的芭蕉叶 真实呈现台湾早期农村的南国风光和田野情调 你或许已经发现 这件作品的水牛和木桶 有的比较突出 有的比较平坦 这是因为艺术家巧妙地运用了浮雕的立体效果 距离观众越近的 突出的程度最为明显 离观众越远的 则是越平坦 使得整件作品更有层次感